哇 我覺得這支筆克真的做得相當的好 超過我的預期 我覺得一定也超過大部分人原先的預期 哈囉 歡迎來看KT叔叔公在開箱 嗨嗨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是這一支最新的氣用處一番賞 雞斗天下一舞蹈會C賞的魔少年 就是年輕的筆克啊 這一支其實盒裝非常的大耶 我來量一下高度啦 高度有33公分 寬度有25公分啦 這一支盒裝蠻大的 先前有提到這一套的盒裝 KT叔叔蠻喜歡他們的設計啊 一貫的設計風格 一貫的主視覺 然後再搭配每一支角色它的主題色 這樣筆克就是綠色嘛 所以就是以綠色的底作為這樣子的盒裝 真的是非常的讚啊 那坦白講 這一套切用處一番賞 我最期待的是這一支魔少年喔 那我有發現喔 的確有一些收藏家也是非常期待這一支的 究竟這一支C賞的魔少年 會不會讓我們的期待落空呢 馬上就來開箱為大家揭曉啦 Let's go 一樣的砲殼 然後裝著公仔本體 那這一支一樣有附一個角座啊 不曉得像它披風這麼大 會不會站不穩需要用角座呢 我們馬上來試試看啦 沒問題 哇這支筆克我覺得很有分量感耶 哇 欸等一下漏了一個東西 大家有看到嗎 它披風後面還有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可能是怕壓壞吧 哇真的很有分量感 視覺上很巨大 哇 我覺得這一支筆克真的做得相當的好 跟前一支起起一樣超過我的預期 我覺得一定也超過大部分的人原先的預期 來我帶大家看一下每一個部位的細節做工啊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頭雕啊 它的兩邊啊還有額頭啊 是有做塗裝的漸層處理喔 臉頰兩邊跟額頭 有把它噴一個比較深色的感覺 不是整張臉都是單一的綠色 然後耳朵也是稍微有深一點點的顏色的噴塗 哎呦 不錯喔 除此之外 它的整個皮膚 是有做非常多的壓痕 比較粗一點點粗糙的感覺 我不是說它做工粗糙啦 而是它摸起來的感覺是比較粗糙的 不是光滑面的 大家看一下它的帽子還有白色的頭巾 哇 這個頭巾在摺痕的地方啊 都有用淺藍色的噴塗 來營造出這個層次感 而且不是只有噴一個淺藍色的層次而已 它某一些部位還有噴一些淺灰色的感覺 所以整體的層次感 塗裝是相當的棒啊 紫色的帽子 一樣的有做很多細紋 而且細紋是非常的不規則的 不是很死板的感覺 哇 相當的棒 相當的棒 接下來呢 看過去最搶眼的就是這個披風了 這個披風至少就三個顏色 然後去搭配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原本的白色嘛 然後它有常見的就是用淺藍色噴到白色上 來製造出那種有點像是陰影的 淺灰色的感覺 這一隻有一些部位 它是有一點點黃的哦 我們看一下這個胸前這個一塊 肩膀這兩塊 背後大面積的部分都有啊 來讓它整體的皺褶感 視覺上的層次更為鮮明啊 而且摸起來的感覺啊 其實不要摸啦 光是視覺看也看得出來 很明顯有很多的紋路 一樣也是粗糙面的感覺啊 哇 這披風做得相當的屌耶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正面 兩隻手臂 這個納美克星人的皮膚 這個紋路相當的還原啊 你看這個手 這個拳頭很明顯啊 我原本還以為這隻筆克的綠色 會是單一的塑料成型色 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有這些細節 真的是原先的官方圖 沒辦法看得出來的 我們繼續往上看 這個手臂上這個綠色的紋路 我原本我以為它是塑料成型色 沒有 你看 這邊有一些地方比較深 有一些地方比較淺 非常的棒啊 然後再搭配這個粉紅色啊 紅色的這些條紋啊 我覺得做得相當的好啊 而且它粉紅色 一樣有做塗裝的噴塗 相當的棒喔 更不用說上面非常多細膩的刻畫 這隻真的讚 來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 藍紫色的舞蹈符啊 至於這一身藍紫色的舞蹈符 的確 它的塗裝 好像就是稍微單一了一點 我有仔細的找了一下 它還是有做塗裝的 有一些地方顏色比較淺 有一些地方比較深 只是說可能它是比較深色的關係 所以塗裝上沒有那麼大的對比落差啦 再來呢 腰帶 喔 這個腰帶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粗糙 非常多的紋路 哇 相當的棒耶 欸 不是做工粗糙 是它摸起來的感覺是粗糙 會感覺非常的棒 喔 讚讚讚讚讚 還往下看 這個鞋子 哇 這個鞋子的刻畫非常的棒 我覺得唯一要挑就是鞋子 看起來顏色是偏單一一點 一樣有在邊邊稍微有一點點深色的噴塗 真的一點點而已 不過 整體是相當的還願 這個非常大的腳 哇 真的超級讚的 這一隻比克 遠遠超過我原先的預期啊 嗚 嗚 by bwd6 哇!这一支比克真的我相当的满意 加上这一支我真的是比克应该是全形态都收起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相信大家在前面影片中的画面都可以看到 它的做工真的非常的细腻 真的是远超乎我们原先看这个官方图的感受 对不对 不晓得这一支比克你们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底下留言处留下你的看法哦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支最新的七龙珠一番赏鸡豆天下一武道会 C赏魔少年比克啊 这一支真的是相当的赞 那这一套公仔全部都开完了 KT叔叔再做一个总评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最好是开启小铃铛 你才不会错过上片的通知啊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帮我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 所有喜欢七龙珠的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专门在做七龙珠公仔相关影片的频道 叫做KT叔叔公仔开箱啊好不好 谢谢你们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来赞助KT叔叔 支持KT叔叔继续制作更多七龙珠公仔相关影片 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功能 给KT叔叔一次性的赞助 KT叔叔都会超级感谢你的 好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啰 掰掰 1 1 1